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7月7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星期日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 農曆年的6月初二 還未到農曆7月 竟然香港到處 也有這個 農曆7月氣氛 尤其是這個 大埔夜繽紛 所以我們一定 每天節目告訴大家 現在農曆多少月還有多少日 上節跟大家揭露 香港 大量商場 成為了死場 這一節我們要繼續跟大家揭露 是全港市民都相當關心的的士的問題 早兩天有消息流出 說關於網約車 網約車 平台的立法諮詢 似乎消息流出 政府是有意 要拯救的士的 也挺有趣 因為 拯救的士就等於 跟全香港市民作對的 還要握殺大量的Uber司機 我們也有網友和聽眾報料 他說現在 很多駕駛Uber司機 根本 其實在2019年 你可以說得上是藍絲 就是因為 這幾年經濟太差 太多人 失業沒有工作 所以跑去駕駛 其實 就算他不報料 我也知道 當然 大家只要看看 那些 叫Uber的車輛你就知道了 其實很多Uber車 都是一輛 相當不錯的美車 香港的 養車 要有差不多的金錢 按照藍絲自己所說 經常說 黃絲黑暴 是窮人來的 因為沒有錢 是廢青 所以才反抗 按照他們這個說法 說得對的 可能有汽車這班人 很多 有美車 根本是藍絲 不過這個是說笑了 因為其實 以我們所知 其實在時代革命 很多家長 叫做駕駛 很多都一樣 是中產來的 一樣有私家車 最新的分析 關於的士排駕的 的士排駕似乎 並沒有因為 香港政府的立法諮詢 而有所改善的 其實想想也知道了 如果 你現在才對付Uber 其實 牌價已經倒下來了 而且 大部分的人也不看好 是香港的的士排 即使 有所謂的消息流出 可能是對的士業界有利的 但是仍然看不到 的士排駕 是有任何氣息的 最新的 預測 更加 有專家估計說今年 有機會 的士的排駕 可能會跌到100萬 可能會有一點點誇張 因為我預計 應該沒有理由那麼快 因為現在 按照帳面來計算 的士排駕應該 是270多萬的 而且 今年 現在已經到了7月份 你說 要到年底下跌到100萬 真的有點誇張 但是過兩三年 我覺得跌到100萬是有可能的 Yahoo財經也有 分析這樣說 達入7月的士排 價格似乎沒有太大起息 上個月中有報導揭露 現時的士排的排價 首次出現二字頭 即是跌穿了300萬 起料不到一個月 報價再跌多30萬 即是短短一個月時間 跌了30萬 如果 未來這半年 維持同樣的跌幅 到時就會預測 排價 會變成了港幣100萬 因為現在273 如果 再多跌半年 每個月 跌30萬的話 就會跌穿了100萬 市區的士排曾經低建 273萬 根據 的士交易所最新的報價 市區的士排現在的報價是278 跟6月9日 308萬相比 足足 是低水了30萬 也根據過去30天 的士排的排價走勢圖表 排價更加 一度低建 是273萬 雖然踏入7月份 是略有回升 但是仍然 在270萬 左右的水平 所以 的士業界 亦對於 車牌 還有整個行業 是預測相當悲觀的 這個叫做香港的士交易所 也是 是面對災難風暴來形容 現在 的士牌的市場趨勢 他們說現在的士牌 是有明顯的下跌趨勢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叫做的士交易所 說話也算客觀了 你看樓市有多少 這樣 竟然 地產經紀還跟你說 說會升 會大升 還會爆升 這個叫做的士交易所 的評論 顯得 又老實又客觀 每人都知道 香港現在的資產 是災難式 跌下來的 竟然地產經紀還可以跟你說走保啦 你還快點買 現在的跌勢相當強勁 現在撇低其他政策因素 只是說這半年就足足跌超過了兩成 而跌幅最厲害的時候 就是6月份 6月份 我知道原因 6月份就是的士 四周圍 去做一些引起公憤的行為 包括 自我放射 去抓Uber司機 引起全城公憤 更加引來 全香港 半個香港 市民升討的士行業 我當原本還有水魚投資者 還想投資 的士牌 看到整個香港 差不多 你可以說得上鋪天蓋地 一致對的士業界劣平 如果你是投資者 保證對投資的士牌 卻步 的士市場也出現量升價跌的情況 在去年的頭五個月 原來平均每個月 過戶的中數是135宗 今年 中數是大幅上升的 交易所說 買方對後市仍然抱有期望 不好意思 這個說法我完全不同意了 如果價跌的時候 交頭上升 很明顯是叫做跌市 這個 是 所有的金融市場 還有所有的交易市場 的共同 的原則來的 不可以像地產經紀一樣 說多了人買 那些人看好 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多了人買 多了每個月 是180多宗 即是說多了 牌主是容易願意放售 那就是多了人願意賣 而且價格更低 所以這個叫做跌市 不可以堅強倒轉港 交易所更加接受訪問的時候 是說車主現在擔心的士牌失去了 獨特的價值 於是決定 提早沽貨離場 早就說了 根本你 整個的士的業界 就是一班 車主 其實就是當作自己的投資者 想收租而已 說了那麼久 說要對付白牌車 其實來來去去 你是想對 對你的租金有影響的行業 進行針對而已 即是說來來去去 只是想 保障你的投資 價值 以及回報 根本 跟公義 跟服務社會 跟行業本身 都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又想 出來擾民 又想 將全香港市民 逢是要坐車的都當成敵人 你又想保障自己的投資 這個世界 沒有那麼好處 你徹底是與民為敵 坦白說 就算我算了 是香港政府 我當他 100%站在的士的這一邊 限制這個網弱車的 甚至乎取締Uber 其實只不過 是使得 整個香港 死得再快一點 你不要忘記現在 有很多 Uber車 在香港在賺錢 是因為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做 如果再沒有東西可以做的話 資金又會再抽走離開 可能會選擇放棄樓在香港 而且 所謂 挽救的士的排價 等於 跟全香港市民 包括黃藍在內 是為敵的 如果你是長期 繼續跟市民搞軟對抗 我說的是香港政府 你要搞軟對抗 換來的反彈 是相當之大的 你看一下只是搞環保 垃圾蒸廢 想跟全香港市民搞軟對抗 結果 引來全港反對和反抗 迫於政治壓力 到最後 香港政府又是要收回 我們待會也要有一節詳細揭露 因為 實在太多網民看不過眼了 我覺得香港政府 今屆 李家超當成 是史上最垃圾政府來的 我們下一節詳細揭露 我們今節講的士牌呢 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做好支持六部曲啦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還沒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 便利落